哈利利亚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感谢我们平安 让我们今天安息圣日 能够放下世上的工作 来这里聚集敬拜神 接受神的祝福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道理 我们知道一般的人都要求福气 我们知道一般的人都要祈求福气 但是我们真的幸运 但我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知道安息是神所祝福的日子 所以我们来守安息圣日 肉体能够得到休息 心灵也能够得到休息 也可以来这里接受神的祝福 再来接受神的祝福 所以安息是我们要整日来举会 不要说聚会一个下午这样就好了 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日子 我们就应该来实行 我们下午要跟大家一起互相远离的题目 就是有智慧的行事 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 神开始造人的时候 所以口气在亚当的鼻孔里 所以我们人称了有灵的活人 什么叫有灵的活人 什么叫做有灵的活人 我们人会思考 能够判断 会判断我们该这样走还是那样走 所以好像今天是安息日 是神所是福的日子 那你就会自己思考 我要来教会 还是要去外面做生理 我来教会还是要到外面去做生理 哪一样对我比较有利益 你如果会去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去判断 你就懂得去判断 判断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行动 判断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行动 这就是有灵的活人 这就是有灵的活人 动物不会 动物有的比我们人聪明 动物有的比我们人聪明 但是他没有这个灵 他没有办法思考判断 他没有办法思考判断 来骗下蛙的时候 当这个蛇来骗这个下蛙的时候 他也是用话语来欺骗他 就是说吃这个伤恶果不一定会死 说吃这个伤恶果不一定会死 但是神怎么说 但神怎么告诉他 你们吃一定死 你吃的就是必定死 另外就说不一定死 但他说不一定死 但是他就要输口 但他就要思考 神说的一定死 神说一定死 但是别人说的不一定死 但别人说是不一定死 那你思考完之后你就要判断 死好完之后你就要判断 到底是 对一个才对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所以这时候阿东就 那时候侯娃就没去注意到 这个下蛙当时就没有注意到 没想到神的话绝对不会改变 没有想到说神的话绝对不会改变 所以就听了谋 所以他就听了这个蛇的话 有吃了他有滴血 说吃了之后你会有智慧 他要试试 他要试试 他看 他看了哪一棵善恶果树 看起来很好吃 看起来这非常好吃 再来越人的眼目 看起来又哭哀爱 看起来是可喜爱 最重要一点是吃了有智慧 能够跟神一样 所以他那时候就判断说我要来吃吃看要跟神比比看 结果就是犯罪啦 结果就是犯罪 就是死啦 结果就是死 没有再有机会 所以主要说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是受到迫害 魔鬼也是要来陷害他 最后钉在十字架上 这也是造神的意思 这也是造神的意思 那时候使徒都分散了 绝书复活之后 就把这些使徒找回来 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 因为没有圣灵他们就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不敢为主去做见证 不敢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这些使徒他们得着圣灵之后 他们明白了 主要说就是救主 就是弥赛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传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就开始传这个道理 原来他们不敢传 在这个时候背起来开始传 但这时候他们起来开始传这个道理 但是你传这个道理 但是你传这样的道理 违反当时公会那些的决定 违反了当时公会的决定 因为你说主要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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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会那些人对主要说来定死 公会那些人把主要说给定死了 说主要说就是异端 说主要说就是异端 但是彼得他们说主要说就是救主 但彼得他们说主要说就是救主 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啊 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啊 神还要成为军王 神还要成为军王 还要成为大祭司 身为大祭司 这时候公会那些人听到这些道理 说很生气 所以公会的人听到这些道理非常的生气 你才从教会开始要来兵党的一样 好像就是要来教会给我们拆台一样 所以经过几个变 所以经过好几次 到最后 所以公会的人就抓狂了 极其的恼怒 就是想说一定要把这些使徒给杀死 这个时候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起来讲话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行传第五章 三十三章 三十三章 公会的人听见到极其逃脑 想要台阴 但有一个法理者的人 名叫做乃乃乃 是传百姓所经党的教法师 在公会中站起来 凡夫人对书都检查到外面 就对众人说 一些人 传到这些人 你应当休心专用办理 中间丟台起来 自看外来 副中医的人要有四百 他比台后 副中医的人都检查到 整他没有他 三十七章 初后报名正切的时候 又有咖哩你的邮带起来 他们有八生要检查他 他也不忘 副中医的人也都检查到 现在我放你们 不管关系的人 人兵他们吧 他们所没所怕的 如果是处理人要拜海 如果是处理人 你们就不能拜海他们了 共警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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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如果是ク中医的人 所以讲道说 公会的人非常的深情气到要杀人 这个时刻你要说到什么 他怎么听得下来 这个时候你要说什么他们听得下去吗 但是要说的人 但是要说的人 是他们工会里面的人 是他们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他所说的话非常的有智慧 照智慧在行事 在使徒庆庄22章有记载 他也是保罗的老师 他是法律赛人的领袖 他是法律赛人的领袖 他做这件事情是用智慧在信主 虽然在那时候他没有信主耶稣 但是他用这些话来救了这些使徒 也没有得罪到工会 也没有得罪神 他如果讲的不恰当 他领袖地位可能就没了 他领袖地位可能就没了 工会人秘密就秘密了 这个工会的人说翻脸就翻脸 所以讲得不好 他的地位就没有了 所以也真的勇敢来说 他也非常勇敢的起来说 所以今天是要说 他用地位怕死的优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他用智慧行事的这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 影响到他们工会的地位 因为说他们工会做了不对的事情 起初工会的人真的烦恼 起初这个工会的人非常的烦恼 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二节 因为这些使徒教训百姓 说这个耶稣被定死然后又复活 所以记者说他们就很烦恼 但是烦恼就完了 但烦恼也没有用 使徒照样在传道里 所以来到使徒行传五章十七节 所以到使徒行传五章的十七节 大祭司和一节和他座会的人 就是三度改革的人 都起来 双心忌分 这里就记载大祭司和他一切的这些相同 做伴的人就一起记恨他们 他们已经是满心的记恨 他们已经是满心的记恨 但是博徒还这么说 但是这个 不是 书徒还这么说 使徒又这么说 我们看五章的三十节 我们看五章的三十节 Sudcia 你们探托 大崔 常 wrong 已以救出去 310 31 自信 使徒他們見證神用右手將他高舉 讓主耶穌做君王 能夠來做救主 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 所以他說我們為了這些事情做見證 公會的人聽到這些事情 在33節那裡就這麼說 公會的人聽見這事就極其惱怒 已經氣到受不了 說我們不要輕易發怒 在這裡寫得也非常清楚 你不隨便發怒你就有聰明有見識 大衛殺了戈利亞之後 富人人都來迎接這裡的索羅 這婦人來迎接索羅的軍兵回來 他們就唱了歌 索羅臺西千千 索羅殺死千千 大衛臺西萬萬 索羅那時候當王 索羅那時候是當王 大衛為他立了那麼大的功勞 他應該要非常的高興 但是他聽到這些所唱的歌 將千千歸我 萬萬歸給大衛 從那一日開始他就怒視大衛 就是開始忌恨他 之後就開始追殺大衛 當雅各死的時候 他那些兄弟們也非常的緊張 當初把約瑟賣到埃及去 老爸有在那時候 父親還在的時候 還可以做我們的娃口 他還可以做我們的儀套 現在父親已經死了 你知道現在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開心兄弟也能夠報仇去 這時候這個兄弟今天 可以開始來報仇了 他們就真的緊張啦 他們就非常緊張 派人去告訴約瑟說 老爸在那時候有交代 說這個父親在世的時候有這麼交代 說要愛兄弟姐妹啦 說要愛這個弟兄姐妹 不要報仇 但是約瑟聽到之後 但約瑟聽到之後 他就哭了 他沒有說 插的時候說 我就是要報仇 他不是那時候說 我就是要來報仇 他說今天我可以在這裡做宰相 他說我今天可以在這裡當宰相 這是 神的安排 這個是神的安排 他了解說神安排 你們都賣來埃及啦 他了解說神安排你們 把我賣到埃及來 雖然我沒有說感謝你們啦 雖然我沒有感謝你們 你知道這是神的意思 但知道這是神的意思 所以他就說 這 我會好好地對待你們啦 所以我會好好的對待你們 也會對待你們 我也會奉養你們 這就是 無求他們的心 這就是沒有記恨的心 主要說來社交團道理的時候 結束到世上傳道理的時候 事給我們一條新的命令 事給我們一條新的命令 叫我們就是要彼此相愛 要我們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就是說 彼此相愛就是我們要互相的有愛心 主要說 要去奧耶路撒冷去 絕書要往耶路撒冷去 這時候跟亞克約翰在一起 但是他們進入撒瑪利亞城的時候 因為他們奧耶路撒冷去 因為他們往耶路撒冷去 撒瑪利亞城的人就不歡迎 他就不接待他們 他們不願意接待他們 這個時候跟亞克約翰 這時候亞克約翰 表現出他們好像很有信心的樣子 表現出他們好像很有信心的樣子 就對主要說這樣說 他不要接待我們 說他不要接待我們 是不是我要求神 對天上降火下來來消失陰 是不是要我們向神求說 這個降火把他們燒死 就像伊利亞一樣 主要說馬上大家命 主要馬上斥責他們 你們說的是什麼事情 你們說的是什麼事情 你們說的是要去殺人 你們所說的是要去殺人 我來是要救人 我來是要救人 你為了人不接待你就要說要殺人 你為了人家不接待我們你就要想要殺人 所以我事情你就要求神 這麼小的一點事情你們就記恨 你要來殺人 你們就要想要來殺人 所以彼得來問主要說 所以彼得來問主耶穌 人得罪我七次我可以嗎 人家得罪我七次我原諒他這樣好嗎 我都原諒他 主要說要怎麼說 主耶穌怎麼說 七次不夠 七次不夠 要幾次呢 要幾次呢 七十個七次 如果是我們個人呢 有時候我們想說 一次有人做不到嗎 有人一次就做不到 我會說我盡量兩次三次 有人說盡量兩次三次 要讓我們真的做到七次 我們也有時候做不到 有時候我們做到七次 我們也是做不到 因為我們帶著肉體 因為我們帶著肉體 但是我們常常要記著神交代 我們的命令 但是我們常常記得神交代 給我們的命令 要我們彼此相愛 要我們彼此相愛 要想到神的命令 你如果想到神的命令 你就不會說 因為你的情欲肉體來生氣 就不會因著你的情欲肉體來生氣 要來求婚啦 然後來忌恨 你就會饒恕人啦 你就會懂得饒恕別人啦 所以我們弟兄姊妹當中 有的人不講話 有的人不講話 有的人也忘記 也有人吵架 那就是沒有辦法饒恕別人 還是仍然在忌恨 你就是忌恨 你才不會去原諒別人的事情 你就是因為在忌恨 所以才不會去原諒別人的事情 所以常常說來一句會 有在聽 但是做不下去 但做做不下去 我們如果做不下去的時候 我們做不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神的教訓 我們就要想到神的教訓 求神幫助我們 求神幫助我們 求神教訓我們的心力 如果要憑我們個人 我們絕對做不下去 但是我們就要求神 來教訓我們 但是我們要求神來赦免我們 求神加添我們的心力 主要說這樣說 主要說這樣說 有這樣做嗎 他有這麼做嗎 人家把他定死自家的時候 主要說在那裡這樣說 主要說在那裡這麼說 向神祈禱啦 向神祷告 說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啦 他說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明白 求神教訓了他們啦 求神赦免他們 屍體盤被用石頭打死的時候 他們也是一樣 求神接納他的靈魂 求神接納他的靈魂 在求神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也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沒有忌恨的心 所以我們要沒有忌恨的心 這個加瑪烈他就是沒有忌恨啦 這個加瑪烈他就是沒有忌恨 所以他就敢勇敢出來為師徒說話 所以他就敢勇敢的出來為師徒說話 第二項他的優點 就是勇敢出來說話啦 就是勇敢的出來說話 為了公義 為了公義 為了真理 為了真理 對的事情我就要說啦 到底是要聽從人還是要聽從神 我們看《使徒行傳》第四章 十六節 我們當專有扳真人的人 因為他們生人怕了一件明顯的信者 反對阿羅莎的人的人都知道 我們也不能說沒有 十七節 為了這件事如法團人在民間 我們必須控制客人 叫他們不能說這個名字 對人公論 十八節 這樣叫他們來 禁止他們還不能承諾所有的名字 夠分人 十九節 比特亞人說聽眾人 不聽眾人 這台神的民道情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賜兩百 這就是很會公會的人 這些公會的人 只要輸得走一隻明顯的信者 只要這個使徒行了一件明顯的神經 還在那邊傳主 也是復活的道理 所以就恐嚇他們說 不可以再奉這個名字 來對人說道理 所以就恐嚇他們說 不可以再奉這個名 來對別人所傳講道理 但是比特亞人說 但比特約翰怎麼說 到底是要聽你們公會的人 還是要聽眾人 到底是要聽從你們公會的人 還是要聽從神 所以聽眾人 沒有聽眾人 這台神的民道情合理不合理 所以你聽從你們不聽從神 這台神面前合不合理 你們自己想想看 你們自己想想看 公會的人也知道 當然要聽從神 當然要聽從神 所以我們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有照神的意思去做 所以我們所做的事情 有沒有按照神的這個意思去做 第五章二十七節 在第五章的二十七節 所以彼得就說 順從神 沒有順從人 這是應該的 所以彼得就說 順從神不順從人 就是應當的 所以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就要順從神 所以什麼事情 我們就要順從神 當我們在考慮的時候 我們每件事都為了我們個人 考慮 不要什麼事情都為了我們個人 在考慮 我們就要考慮 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符合神的知意 我們就要考慮說 我們所做的事情 是否符合神的知意 是不是有順從神 是不是有順從神 還是順從我自己個人的利益 做第一 還是順從我個人的利益 把他擺做優先 彼得都在心 厭主耶穌的時候 彼得都在審問主耶穌的時候 他明明知道主耶穌是一個好的人 他明明知道主耶穌是一個好人 他的妻子也告訴他 他的妻子也告訴他 說我知名 為了這個偽人 受情很多接壞 所以我昨晚為了這個藝人 受盡了許多折磨 但是彼得都他也不敢 勇敢說話 但彼得都他也不敢勇敢的說話 他說 他對這些百姓說 我們今天可以釋放一個人 他對這些百姓說 我們今天可以釋放一個人 你是要釋放這個巴拉巴 還是要釋放一個人 你們是要釋放這個巴拉巴 還是要釋放耶穌 彼得都自己也可以做決定 這彼得都自己可以做決定 他去問那些百姓 他去問那些百姓 這百姓已經被煽動了 當然就說要釋放這個巴拉巴 當然就說要釋放這個巴拉巴 這就是彼得都不敢勇敢 來接行公義 這是彼得都他不敢勇敢的來執行公義 保羅去往修身盤的時候 保羅受神的時候 尋復非斯都 尋復非斯都 還有亞基帕王 還有亞基帕王 他也聽保羅的道理 他們也聽保羅的道理 我也知道 他們也知道 但是他有自己的身份地位 但為了自己的身份地位 不敢來相信主要說 不敢來相信耶穌 不敢來掏幫保羅 不敢來釋放保羅 為什麼會這樣 來聽看約翰福音十二章 我們看約翰福音十二章 約翰福音十二章 約翰福音十二章 四十二章 四十二節 雖然這樣 官長中間 比較有很多人信義 知道 就感到憶惊 這才能說 官長來聽到道理 這也說到 這個官長聽到道理之後 有許多人也是相信 但是因為法例塞人的緣故 你又相信 你又相信 你會被趕出這個會堂 当时的环境 这被赶出会堂 这馆长的地位就没有了 这影响非常大 因为自己的利益 所以就不敢来承认 这一记载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这是我们人带着肉体的软弱 我们需要面子 这个扫罗他不遵照神的命令 结果撒末贤子来指责他 扫罗他这么说 他说我有罪了 但求这个撒末贤子你抬举我 也就是顾全我的面子 跟我一起回去 让我有面子 虽然我有犯罪 虽然我犯罪 得罪了神 但是我的面子也是要顾着的 但我的面子还是要顾着的 这就是我们人 但是这个甲马列 他勇敢 非常勇敢 不顾自己的面子 也你说没行 万一这个话没有讲成 法律赛人领袖的地位就没了 这个法律赛人领袖的地位可能就不见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到底对还是不对 我们都知道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去想 就好像现在宗教教育 对小孩子非常重要 我们也知道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放任孩子不来参加宗教教育 虽然知道 虽然知道 但是有时候我们做得乱俗 但有时候做我们就软弱 我们没有去思考 我们得救 我们得救 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没有教育 到长大了他就不会再听话 所以我们知道 对的事情我们要坚持 所以对的事情我们要坚持 像我们说祝福对我们灵性有帮助 我们知道聚会对我们灵性有帮助 我们就要常常来参加聚会 我们就要常常来参加聚会 再来我们布道会要到了 我们知道这是要救人家的灵魂 我们就要勇敢去团阅音 再来我们布道会要到了 我们就要勇敢的去传福音 我们不能说 团福音这是教会福音祖的事 不要说传福音这是教会福音祖的事情 团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信者的职业 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 因为我们接受到神的这么大的恩典 因为我们接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会想说我得救就好吗 我们会想说我们自己得救就好吗 我家里的人 我家里的人 他们不信 他们不信 我们有传道理吗 我们有传道理给他们吗 我们有为他们祈祷吗 我们有为他们祷告吗 有时候是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曾经对他说过 他不愿意来 但是我们真的有爱他的心 但如果我们真的有爱他的心 我们就连续的来替他祈祷 我们就连续的替他祈祷 我们如果关心他的灵魂 我们也为他努力的祈祷 求神感动 求神来拣选他 求神来拣选他 我们要进入真耶书教会 都是神所拣选 神如果没有拣选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进到真教会来 全世界宗教这么多 只有真耶书教会 是神所设立的教会 是有圣灵同在的教会 是有圣灵同在的教会 是得救的教会 你找得到吗 你找得不到 你不一定找得到 所以神找你 给你机会可以进入这个教会 所以神给你机会 让你能够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 我们就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不要说我得救就好 不要想说我得救就好 我的亲戚朋友 我的亲戚朋友 我的同学 这就是我们布道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布道的对象 所以我们每一次布道会 所以我们每一次布道会 应了非常多的传单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信者 都要出你本传单 就是希望每一位信徒 都能出去分传单 尤其我们认识的人更加重要 尤其我们认识的人更加重要 我们早期真数教会 发展得非常的快 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福音座 也没有现在的传单 也没有现在的传单 也没有电视 靠的是什么 就是信者 传信者 就是靠信徒 向信徒来传 向他的亲戚朋友 这样传才会快 所以你就要有勇敢的心出来说 所以你要有勇敢的心出来说 那知道这是得救的道理 我们知道这是得救的道理 你有敢勇敢开口对别人说吗 你敢不敢勇敢的开口对别人说 就好像这个加玛列勇敢的讲出来 再来第三项的优点 就是他在说的时候 就是他在说的时候 尊重人的尊严 尊重人的尊严 在三十四节那里记着说 他要说之前 他要说之前 说 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因为我要向这些公会的人领袖 因为我要向公会的这些领袖人说话 这个使徒站在旁边 这样公会不方便 这个讲话并不方便 所以把使徒带到外面去 那有事情 关起来问自己的公会 这个有事情 我们门关上我们自己来讲 就是注重人的尊严 如果使徒在里面 他在里面说话重使是对 这个法律赛人的领袖 他们也有尊严 在他们面前好像变成是我们不对 这样怎么可以 他们就为反对而反对 他们就为反对而反对 所以这个加马力非常有智慧 所以这个加马力非常有智慧 他知道人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有这个事情 门关起来 先把门关起来 先把使徒请到外面去 然后再来对他们说 当时有一些人 也是叛变 所以当时有一些人也是发动叛变 但是 领袖死了 但当这个领袖死了 跟随他的人就散了 跟随他的人就散了 连去讲了两个例子 都是这样的情形 领袖死 领袖一死 跟随他的人就散了 跟随他的人就散了 今天主要说 我们如果定死是否定 今天主要说 我们已经把他定死在十字架上 他就是领袖 但他死了 这些门徒有散开吗 没有散开 他们没有散开 因为他们得了圣灵之后 他们得着能力 所以他们就继续传扬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继续传扬这个道理 加玛丽非常有智慧 他就是用这个比喻来 替他们生来建设他们的心理 他用这个比喻来建设他们的心理 所以他们就知道 所以他们就知道 在圣经里面有记住 人的尊严也是非常重要的 人的尊严也是非常的重要 当乃曼元帅他得了这个大麻风 他求这个以丽莎来移治他 他想说这个以丽莎应该来建他 但以丽莎拆他的仆人来告诉他 所以你到这个约旦河洗澡洗七次就会好 这个乃曼哪里忍受的事 我是一个元帅 你没有亲身来跟我说 你没有亲自来告诉我 你还派一个博人来跟我说 你还派一个仆人来告诉我 叫我去阿淡河洗七次 叫我到约旦河去洗澡洗七次 一样都要洗七次 我们国家的水比阿淡河更清 我们国家水比这个约旦河的水清多 这个约旦河也不是很大条的 水也不清 所以要洗的话 我们国家洗就好了 要洗的话回我的国家洗不就好了 这就是人的尊严 这就是人的尊严 人的面子 在那时候有人他的博人来抗衣 但是这时候他的仆人来劝他 说贤侄喔 叫你做我困难的事情你怎么做 如果贤侄要你做一件更困难的事情 你会做吗 你当然也会做 你当然也会做 好往是叫你去洗澡洗七次而已 何况只是叫你去洗澡洗七次而已 乃曼真的毛地毁 这个乃曼真的也是有机会 他想了之后 他就判断 贤侄说的话我们要听 所以他去约旦河洗七次 他的麻风病就得到洁净 这个约纳也是一样 神差约纳到尼尼尾城去传警告 这个约纳就逃跑 神又把他抓回来 他不得已他要去传警告 说四十天后神要毁灭尼尼尾城 但他传完警告之后 神不毁灭这个城了 我现在说的话不就好像在讲谎话一样 我是先知 我说的话却不算是 人就不认为我是先知 我的面子要到哪里去呢 所以这个时候人就是在顾自己的面子 所以这时候人在顾自己的面子 所以他到山上跟神在那里赌气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每个人都同样 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人带着肉体 我们都爱我们的面子 拿单先知去讲大卫的过错的时候 他也不是直接就说大卫不对 他也不是直接就对大卫说你犯错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他先讲了一个故事给他听 大卫听了之后 我们国家里面有这种不对的事情 我们国家里面怎么会有这样不对的事实 怎么会有人这样欺负别人 说欺负别人的这个人要承受惩罚四倍 这个时候拿单先知才来说 这时候拿单先知才告诉他 你就是那个人 他说你就是那个人 大卫马上赤了 这个大卫马上就醒了 马上说啊我不对啦 他马上就说我错了 拿单先知如果不先用比喻告诉他 可能大卫马上生气有可能会把他杀死 所以我们在跟别人说事情的时候 跟别人做不对的时候 但别人做错的时候 我们讲话就要真的小心 我们讲话要非常的小心 要顾到人的面子 要顾及人家的面子 以前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有些公司的人 尤其处理车祸的事情 车祸又撞死人 这个车祸如果把人家撞死了 再来就要赔赏 赔赏的是多少 这种人都没有行情的啦 这个赔赏该赔多少 这个没有行情 这个时候就要合戒 就要协调 但是在很多的情况 你把人家撞死的人 你就要比較客氣 你要不要客氣一點 你要謙虛一點 不要太大聲 因為你現在說不太好 因為你話講得稍微不好 對方是受害者 馬上避免 這馬上翻臉 你就是找機會要避免 他就是找機會要來翻臉 他要希望要求的更多 這就是人的心理 這就是人的心理 就是人要面子 人需要這個面子 你不要刺激他 如果講得讓他開心 不然這賠的結就是一回事 這賠的多少是一回事 講得高興的更加重要 這就是說你做事有去顧到人的尊嚴 就是你做事有沒有顧及人家的尊嚴 所以這加馬力很會處理事情 顧到人的尊嚴 他顧及人的尊嚴 再來第四個優點 再來第四個優點 就是他用智慧 就是他用智慧 說要小心辦理 所以要小心辦理 他說你們對這些事情要小心辦理 他說你們對這些事情要小心辦理 主要說你傳道理的時候 耶穌在傳道理的時候 他行神級啟示 再來結成聖殿 捷徑聖殿 這些文士以及法律塞人 這些文士以及法律塞人 還有祭司長 他就來問主要說 他們就來問主耶穌 你憑什麼事情 憑什麼官兵 做這個事情 他說你是憑著什麼權柄來做這些事情 主要說 還不可以這樣說 主耶穌難道可以這樣子告訴他嗎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 我就是神的兒子 我憑著神 數化的官兵 我憑著神賜給我的這個權柄 我憑著神賜給我的這個權柄 我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憑著神賜給我的這個權柄 我可以做這些事情 但是這些文士法律塞人 他們否認主耶穌 主耶穌也是用智慧回答 主耶穌也是用智慧回答 我們請看 馬太福音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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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章 二十三節 雅蘇進了天 剛才在九分爛的時候 這時丟到民間的丟路來問他說 你挖到什麼官兵做這個事情 讓你這個官兵的人是什麼人 雅蘇回答說 我也要問你這句話 你若對我講 我就對你們講 我就是什麼官兵來做這個事情 要犯的 要犯的聖略是從哪裡來 是從天上來 還是從人間來 他們就必須相機說 我若說從天上來 他必須對我講 這因爲你是怎麼沒信義呢 二十六節 如果說從人間來 我們又怕八成 因為他都要犯作神地 二十七節 這樣回答雅蘇說 我不知道 雅蘇說 我也沒有跟你們說 我挖到什麼官兵做這個事情 所以主要說 你回答這些文書法理賽人 所以主耶穌在回答這些文書法理賽人 這些祭司長 主耶穌也是用智慧的 主耶穌也是用智慧的 他們來這樣子問耶穌 所以你憑著什麼官兵 所以你憑著什麼權兵 不是你來問我 我就要答覆 主耶穌說 我也問你 所以主耶穌說 我也問你們 所以他問這個 施洗約翰這件事 說施洗約翰是 是天上來 還是人間來 所以這個約翰希是從天上來 還是從人間來的 他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主耶穌是用智慧回答事情 當索羅伯安王死了之後 羅伯安王要起來接接繡 這個羅伯安王要起來接他的王位 百姓就起來對羅伯安王這麼說 所以你的父親加給我們許多的重擔 你能不能讓我們輕省一點 這個羅伯安王說好 讓我考慮三天 在這三天當中 他也去問了別人 問了一些有智慧的老人家 這個老人家就勸他 你要好好的對百姓說話 不要太過大聲 你今天如果尊重百姓 百姓也要尊重你做王 這個百姓也會尊重你做王 所以說你給百姓輕一點的擔子 但他去問這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就告訴他 你就要這樣說 所以我的小拇指比我父親的腰還粗 我比我父親更加有魄力 我父親給你們重擔 我要給你們更重的擔 我的父親用鞭子打你們 我要用鞋子鞭打你們 我要用鞋子鞭打你們 這個話講得非常有氣魄 更好聽 年輕人就是要說這種話 這個年輕人要講這樣的話 但我們知道他講了這個話之後 這個百姓馬上就離開了 這個百姓馬上就離開了 我們為什麼要讓你當一個王呢 讓你當王來欺負我們 所以在那時候國家就分下去了 所以國家就因此而分裂 所以對這個大事沒有小心辦理 所以對這個大事他沒有小心辦理 沒有用智慧 我們知道索磨粉朗 你打斷小孩 我們知道索磨粉朗在判斷這個孩子的時候 他也是用愛心嘛 他也是用著愛心 兩個老母都說這是他的兒子 兩個婦人都說這是他的孩子 這個索磨粉朗也沒有辦法判斷 這個索磨粉朗也沒有辦法判斷 因為古代那時候沒有辦法驗DNA 因為古代也沒有辦法驗什麼DNA 所以索磨粉朗他真的聰明 所以索磨粉朗他非常的聰明 他說拿刀子來 你們兩個都要這個孩子 你們兩個人都要這個小孩 這樣非常好這樣做很公平 用刀把他們切成兩半 一人分一半 這個孩子的親生母親 他知道這是他的孩子 他說不要殺 這個孩子給他 因為他的愛心 因為他的母愛 另外一個呢 反正這不是我的 要公平就一人一半 原來他的孩子老早就死了 但是索磨粉朗的智慧就是在這裡 直接反映出來 索磨粉朗智慧就在這裡表現出來 他說那個 說不肯胎的老母 那是真正的老母 他說那個不要殺他 那個才是真正的母親 所以我們知道說 處理事情 你是不是用智慧 所以我們知道處理事情 你是不是用智慧 你是不是用小心 你是不是有小心 你如果小心 你就不會去做不到事情 你就不會去做錯事情 當人家抓著這個犯監瘍的婦人 來到主耶穌的面前 說按著摩西的律法 這個犯監瘍要被石頭丟死 到底可以點還是不能點 到底可不可以丟 這個答案就是要用智慧去解答 這種答案就是要用智慧去解答 你如果說可以 你如果說可以 就是可以點就點人 就是可以用石頭把它打死 那個時候他就要說 那時候他們就要說 主要說陷動人胎人 主要說不行 主要說不行 他就不遵守摩西律法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可以 都不能說 所以不論是可以不可以 這都不能說 你都要用智慧 你就要用智慧 主要說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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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人說是沒有罪的人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可以拿石頭來噴 就可以拿石頭丟他 大家自己良心審視看看 大家自己良心審視看看 大家都有罪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人噴 那就是婦人人噴石頭 所以沒有人向那個婦人來指石頭 所以一些事情 我們不能直接馬上就回答 我們不能夠馬上就回答 有時候要用智慧婉轉的回答 有時候要用智慧婉轉的回答 就要像人家問主要說 就要像人家問主要說 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如果說不納 違反羅馬政府 違反羅馬的這個法律 如果說納 以前他們是讓羅馬政府灌 他們那時候被羅馬政府灌 你不愛我們猶太人這個國家 你不愛我們猶太人這個國家 為什麼要納稅 為什麼要納稅 所以這樣的話都有帶著陷阱 所以每一次我們處理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用智慧來小心處理事情 我們是不是用智慧來小心處理事情 就好像加瑪列所說的 你們對這個司徒 你們就要小心處理 所以你們對這個使徒的事 你們要小心處理 第五項 他處理事情是冷靜判斷 我們看《使徒行傳》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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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瑪列說這句話 加瑪列說這句話 他說我現在勸你們暫時不要管這些人 他說我現在勸你們暫時不要管這些人 任憑他們去做吧 任憑他們去做 他們所做所謀的 他們所做所謀的 或是處理人 如果是處理人 會照答剛才我說那個人的例 會照著我剛才所說的那兩個人的例子 就是三十六節 說有一個丟大 再來後面說有一個丟大 在後面說到有一個丟大 起來都是引誘百姓 起來都是引誘百姓 但最後他滅亡 跟隨他的人就散 因為那是出於人的意思 但是這些人 他們行神機器 他們所做的都沒有錯 他們所做的並沒有錯 只是跟我們公會不合 跟我們公會所接受的道理不一樣 跟我們公會所接受的道理不一樣 但是他們所行的 或是處理人 就一定會敗壞 他們所行的 如果是處理人 就一定會敗壞 但三十九節說 如果他們是處理神 你們就不會敗壞他們 如果他們是處理神 那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 恐怕反而是你們攻擊神 所以這些公會人 所以這些公會的人 他們也是敗神的人 他們也很怕去攻擊到神 他們也非常害怕攻擊神 所以如果你們去攻擊到神 那你們就不好 就看他們以後怎麼發展 就看他們以後怎麼發展 所以說我們人的心都有計謀 所以我們人的心都有計謀 但神的籌算才能夠立定 但神的籌算才能夠立定 一般要看這個人好或不好 我們不是只看外表 人看外表 神看內心 神看我們的內心 但我們沒有辦法看內心 我們要看這個人好或不好 我們長期跟他在一起 一定知道這個人好或不好 我們會知道這個人是好是壞 看他的行為 看他的行為 看他所做出來 看他所做出來的 久了就會知道 所以聖經才告訴我們 看鬼祭就知道這個 是好或不好 看這個果子就知道這個 樹是好是壞 我們請看路加福音第六章 路加福音第六章 路加福音第六章 四十三節 因為沒有好手結 拍過子 也沒有拍手結好過子 翻手目看過子 就能認出以來 人不是對經激重跟我們無法過嗎 也不是對激烈中跟我們無法過嗎 先人對心來所準的線 就發出線來 惡人對心來所準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來所穿外 靠你就說出來 所以我們要判斷一個人好人壞人 所以我們要判斷一個人是好人 或是壞人 有時候要經過一段期間 有時候要經過一段時間 不要說見面沒幾天 我們就很相信這個人 果子樹也是一樣 他沒有結果子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樹 是好還是壞 他沒有結果子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樹是好是壞 但這個樹如果結出好吃的果子 我們就知道這個是好的樹 結出百的果子 也就是百的樹 如果結出不好的果子 那就是壞的樹 我們人就是要看他長期的行為 我們人要看他長期的行為 看長期跟我們作為 所作所走的 他長期跟我們在一起 然後他的所作所為 我們就要用智慧來判斷 我們就要能夠用智慧來判斷 請就這個甲脈 用智慧來判斷行事 就像這個加碼列 用這個智慧來判斷來行事 神事給我們靈 神事給我們靈 我們都可以判斷 我們都會判斷 我們都有智慧 我們都有智慧 但是我們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我們看外面的世界 很多都是無智慧的事情 有很多沒有智慧的事情 對信仰的方面 對在信仰的方面 很多人是拿著香跟著拜 到底是在拜什麼 到底在拜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別人叫我拜我就拜 別人叫我拜我就拜 別人叫我怎樣我就怎樣 別人叫我怎樣我就怎樣 明明他有智慧 明明他有智慧 他就不需要用智慧去思考去想 他不用智慧去思考去想 到底這個是對還是不對 到底這個是對還是不對 我們的人生過程中間 我們的人生過程當中 日子過得很快 這日子過得很快 一百年很快就過去 但很多人沒有辦法活到一百歲 所以聖經才說人生在世 是寄居是客旅 我們常常也在讀 我們也知道 有一天我們也會跟我們的祖先一樣 所以我們送我們的這個爺爺離開 像我送的我爸爸媽媽都送去了 像我聯合的父母也都送走了 再來就是人家要送我 再來就是人家要送我 我有時候在想 我有時候在想 我今年29歲 我今年69歲 我有時候說怎麼這麼恐怖 我想說怎麼會這麼可怕 那時候在嘉義也才有二班而已 在嘉義的時候也還在讀幼稚班 這間過六七十年 就這樣 就這樣已經過了六七十年 怎麼時間這麼快 這個時候才知道時間很恐怖 這時候才知道這個時間非常的可怕 在後面已經剩不多了 是啦 萬一共做到八十了 神如果願意強壯可以到八十 所以說生命怎麼成熟分布 所以生命就像雲露一樣 出現一時就沒有了 出現掃蝕就沒有了 明天要怎樣我們不知道 明天要如何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就要有智慧去思考 很多人要想到說我明天會活的嗎 有人想到說我明天是否還能活著 大家都想說我明天要怎麼做 更多的事情要探更多的事情 每個人都想說明天要做更多的事情 要賺更多的錢 就是雅各書這樣說 但雅各書這麼說 來請我雅各書第四章 我們看雅各書第四章 雅各書第四章十三章 雅各書四章十三節 說你們有話說 今天當然我要找模作 coming 在Where 做贏賣賣賣賣付2億 四章十四章 其實Wait 要怎麼到現在你不幹ね 你的生命是什麽呢 你原來是一批粉絨 出現消息就沒看到了 十五屆 十五屆 你自動說 主要願意我們就可以抓到 也可以做這個事 也可以做那個事 我們人不用想說以後要做什麽 我們人不用想說以後要做什麽 當然年輕人也要嫁娃 當然年輕人要有計劃 但是你就要隨時知道 但是你要隨時知道 人要當時調裂靈魂我們不知道 神要什麽時候找你的靈魂 你不知道 所以你要在那邊計劃說我要如何如何 我要賣賣得利 其實明天要怎樣你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像一片的羽木 出現很少的時間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常常就要這麽說 你說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 可以做這個事做這個那些事 可以做這個事或做那個事 所以我今天到現在要抓到 所以到如今我還活著 我常常在見證神的恩典 我常常在見證神的恩典 讓我們今天可以活著 讓我們今天可以再來追求這個道理 我們知道我們找到得救的道理 我們知道我們找到得救的道理 我們有盼望 我們有盼望 我們不是已經浸天過了 我們不是已經浸天過了 我們是有盼望 我們是有盼望 那你信 你信了 得救了 你就得救 感謝神 感謝神 圣經有這樣子說嗎 圣經有這樣子說嗎 圣經說很多事情 圣經講了非常多的事情 你如果沒有照圣經的事情去做 你如果沒有照圣經所說的去做 你要如何得救 圣經就說 你如果沒有照圣經 絕對不可以去見神 圣經說如果你沒有從頭生 你沒有辦法去見神 你如果沒有赦罪 你要如何去見神 你如果沒有赦罪 你怎麼樣去見神 不是只相信就好 不是只有相信就好 所以我們相信那些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我們不要相信那些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就要相信完全得救的道理 我們要相信完全得救的道理 像我剛才這麼麻煩 你們想說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為了我們將來可以得救 為了我們將來可以得救 我們人是有靈的外人 我們人是有靈的活人 我們就要用地位去思考 我們就要用智慧去思考 到底什麼信的是對還是不對 到底我們現在所信的是對還是不對 不是說只要去聽道理而已 不是說只是去聽道理而已 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的年輕人 去教會聚會 來到教會聚會 尤其去一般的外教會 尤其到一般的外教會 看有感動嗎 看有沒有感動 看有什麼刺激嗎 看有沒有什麼刺激 有刺激才有感動 有刺激才會有感動 不是去敬拜神 不是去敬拜神 是要去得到 是要去得到 所以我們只要說敬拜神 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所以敬拜神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但有時候我們所說的神會感動我們的心 但是我們就要思想說 我來教會是敬拜神 還是其他的目的 但是我們要想說 我們來教會是敬拜神 還是帶有其他的目的 使徒去傳道理的時候 使徒去傳道理的時候 他們來到霹靂亞 他們來到霹靂亞 我們看使徒行傳十七章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十一章 十一章 這個地方的人比 貼十六年加的人更聰明 感心領受這個道 天天查庫聖經 要知道這個道 是還是不是 這裡說這個霹靂亞的人 這也說霹靂亞人 感心領受 神保羅所傳的道理 這就真的好 這非常的好 感心領受 但是他們領受了他 但是領受之後 他們是要用地匪去思考看看 他們是要用智慧去思考看看 不是憑空下去用自己思考的 不是憑空自己想 這裡寫說天天查庫聖經 這裡寫說天天查庫聖經 要知道這個道理對不對 要知道這個道理是與之 所以我們所相信的教會 是不是有全全遵照聖經 是不是有完全遵照聖經 那也是要天天查庫聖經 我們也是要天天查庫聖經 在族裡面也是要來查庫聖經 我怕你所信的是對還是不對 我今天所信的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如果不對 我不要信 我就不信 我來找更對的教會 我應該要來找更對的教會 我有一點點信 我們就要有這樣子的信 就要常常來查庫 這個教會是不是有照聖經在傳 這個教會是不是有照聖經在傳 你是不是有對救到真正得救的教會 你是不是有追求真正得救的教會 還是對人信就好 還是只是跟人家信這樣就好 對人信就真的簡單 如果要跟人家信那就很簡單了 所以我們今天說到用智慧來行使 這個加碼練用言語智慧來說服那些公會的人 所以聖經才記得說 所以聖經才記得說 所以一句話說得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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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很多的疑注 我們看真言二十五章 我們看真言二十五章 真言二十五章 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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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話說得合意 就像这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有价值又好看 如果你是金苹果在这个金网子里 也没有那么好看 底层是银网子 上面是金苹果 能够显出这个金苹果的价值 这十二节才这么说 说这个智慧人的劝戒 刚才所说的这个加玛丽 他是一个智慧人 智慧人的劝戒 在顺从的人的耳中 就好像金耳环跟金睛的装饰 所以我们所作所行 我们都要用智慧去考虑 我们都要用智慧来考虑 考虑之后再来判断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求神帮助看过我们 求神帮助看过我们 让我们能力 让我们所行的能够合乎神的旨意 让我们所行的能够合乎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以赴索书第五章 以赴索书第五章 以赴索书第五章 十五节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这个愚昧人 要做这个智慧人 要做这个智慧人 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 但是你是不是要用智慧去驾索书 但你是不是要用智慧来行事 还是你要对人做事情就好了 还是你只是要跟人家做事就好了 每件事都不要用智慧 也不要去想想看 也不要去思考 要做智慧人 就是要思考要判断 再来说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神的旨意最重要 凡是造主的旨意行 神赐给我们一切顺利平安 我们下午说的道理 做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 我们一起来唱诗 225首